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鼻鼓 然后要在任何地 任何死安心 然后你才能成佛 是有点不安 不安是你想多了 还有有所求 还有支箭 支箭上的东西 淡定 安心 别忘初心 你是干啥的 你是发心又轻 所以一切一发为主 在哪都能成 只要你安住 环境越不好 很多事情没有原因的 就是我们总是要整个原因 还是稻草环境太恶劣 还是修行没进步 都有 觉得自己休息成就不高 老师关注的不够 稻草环境不像想象的那么好 来了就够好 这恰恰是你的证结所在 这三个 所以 对这三件你都有认知 老师应该什么样对你 修行应该有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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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是也是 稻草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修行应该得到什么进步 好像应该来稻草比在家更好 应该进步很快 人的翅膀是用来解脱的 不是飞香的 要解脱 若飞 要真的要飞 师兄你先坐着 待会就叫你 去解脱 真的要去解脱 解脱不是说不苦就行了 还要解脱时空的虚妄 就是扶着我们轮回 轮回就苦 有时候和平时代 大家不苦 觉得无所谓 不拖起 轮转就 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 好奇心也算是 对佛法好奇就会有收获 对世事法好奇就会 就会有问题 他对什么好奇呢 这个意思 不是 大家总是问我那个 什么意思 这就是大家 法好呢 有些是有意思 有些还真没意思 因为这就是 佛罗那作者总是问佛 我们是佛 为啥就迷了 佛说我怎么知道 是吧 很多问题没有原因 但众生主要有个说法 好像没有原因 好像不对 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没有原因 否则也不叫妄念 是吧 妄念无因 所以佛法里面不讲地因 所以佛法里面不讲地因 就是大家是缘其心 那地缘不讲 没有 就是个虚妄的 时空是个虚妄的 连时间空间都是虚妄的 连你都是虚妄的 何况有个法号 是吧 但是法号有观点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当成它没有意义 你知道生命 生命里边大家最怕做个没用的人 做事永远想有个意义啊 生命要有个意义啊 是吧 但是其实到最后发现没有什么意义 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成 所以觉得没有成就感 价值感 所以这是也是人力的一个 一个无名啊 无名习气 就是要有成就感 要有价值感 否则觉得自己活得有啥意 没有意义 就是这样 他也没有原因 就是个假名 你是个假生 他是个假名 就是这样 这就叫灌点 你要真的明白这一点 这就叫法号灌点 所以他不像法号不像世俗的 所以一定要五行缺水给你补水 当然你要觉得能补上也行 本来就是火了 但是他是 他的灌点是 是全方位的 可能无意义的灌点 或者是什么 反正你来了 这个老师就给你起了这个法号了 你就这样吧 我没有是不是陈老师啊 真是师父了 可以 什么都行 对我都一样 对我都一样 你喜欢 对我都一样 那你喜欢 哦是 是这样 是这样 然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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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都 not to be without没了 私我都没法德哥